全都是警察乾耀 今次日,我幫你拍攏 阿顧跟!大家好!我是叔叔! 你們猜猜我現在在哪裡? 日本? NO! 北歐? NO!是蘭娛 这边是兰玉的兰玉民宿 这里是由房商圆面前面奥人将原本的家里地下屋改建而成 除了地理位置非常好可以眺望海景以外 奥兰哥在居民上也别有用心 有几间房间居民为大饭窝还有小饭窝 这就是大屋族域港湾的意思哦 而且兰玉除了兰玉的协议以外 也是民宿老板不妨感谢爸爸支持的日益 其实我记得在兰玉有一个夜晚的神秘行程 但是在那之前让我们先来用最浪的料理填包肚子 走吧一起来看看 哇老板娘我觉得这盘出来很好吃耶 可以跟我们介绍吗 好啊帮你介绍一下我们家的餐点 这个呢是我们家算招牌 这个叫做非鱼软炖饭 那上面的鱼软呢跟这个饭粒搭配起来 会有啵啵啵啵啵的 所以摇起来非常好吃 这些都是非常有兰玉味道的食材耶 而且我刚发现你们这边一路做 店员会拿着脂肪介绍 这是你们的特色吗 没错 我们家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人肉菜单 简单示范一下好了 如果客人一进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 这是我们家的餐点有分成西式跟中式 那喜欢吃这个辣的我们就会建议他吃这个辣味烟熏鸭 那再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八角五号 这边抓到的章鱼 你们都知道来懒鱼除了享受自然美金 还能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除了福气以外 怕碎的你还能选睡上自行车 哦教练 哈喽你好 哇教练 水上自行车弹起来很酷耶 请问它是怎么玩呢 然后有没有什么注意时尚 这是我们的水上自行车 它跟我们一般骑自行车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会用到马达 不会产生燃油 然后噪音污染 对这个海洋环境是非常的友善 好那我们赶快出发 耶 这次的山西行车是这个每年一次 也是一山必来一次的蓝鱼行空音乐会 平常我们大都待在城市满路 也要看这么美丽这么独特的行空 并不容易哦 但是在关海非常低的蓝鱼 抬脱 再难形象整片行空 还难听着音乐享受美食 这场的蓝鱼之旅 不仅形象到自然美景 也像个体会到友善环境的重要 从秘书的环保设计到 伤境的绿色理念 以及强调绿色旅游的 睡上自行车 都是为了这片 雾光海的行空 在蓝鱼 我感觉到每一个人 都在为了这片处地处一分离 无论是建造垃圾 使用环保杯 或者避免使用 破坏散布的那些 放晒工品 这些少少的举动哦 让我们成为 散布里的环保英雄 今天 也要请你来蓝鱼 体验对这片处地的行动瞬间 美国男再见